承受家福中心扶助的美月妈妈 在民国91年底应家报离婚 一路走来感谢家福与各界的帮助 以及女儿的贴心 那时候还好有家福 因为家福她像我第二个娘家 除了我自己本身娘家还蛮帮助我之外 家福她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她去帮助我 然后就是这样子一路走来 人家说很辛苦 我倒是觉得甘之如意 我只有感受到就是我们一起 那种同甘共苦的感觉 然后这样一路走来的话 就是也都会有他们就是贴心的陪伴 还有就是他们家福这边 就是社会人士 一些社会人士的爱心帮助 然后这样走来 然后还有我一路这样子 就是有去学一些才艺 就是我都是去网路自学 美月妈妈在接受辅助之际 认为应该在有能力回馈的时候回馈 因此特地回到家福中心 教导袜子娃娃的制作 激发参与家庭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因为我觉得说生他们就是 既然生了 我就是要有责任去教养他们 然后就是去教 就是把他们教养好 就是不要就是再次成为社会的问题 因为我认为既然你生了 你就真的要有那个责任 去把他教育好 然后之后让他就是 也懂得去回馈别人 所以他们就是很小的时候 我都会带他们 就是哪边有活动 我就会带他们去参与 我就让他们从小去参与这个活动 然后他们看到自动他们就是会去帮忙 唯有教育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 因此每月妈妈的女儿认真向学 争取奖助学金来减弃妈妈的压力 也期盼借此让自己的人生与生活 往更好的地方迈进 那要改变的话就像之前那个陈主任有提过 就是因为教育教育才可以改变你之后的生活 那像我去国外读书是因为我觉得说 虽然我们就是家里没什么钱 可是就是人穷自不能穷 然后因为那是我一个就是小小的梦想 然后我想说趁着我还有时间 然后还有那个能力 然后还是学生的身份 我想要出去外面闯一闯 然后以后有机会的话就是自己赚钱 然后自己再去国外进修 因为我是学就是外语的 那我们应应系就是最重视的 就是你要应用这方面 如果我们没有跟人家对话 我们就没办法进步 那没办法进步 我学这个科系就没有意义了 家福中心的资源都是来自于社会 而这些承受辅助的家庭 在多年之后也尽自己的心力回馈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 这些温暖的举动 也见证了社会的爱与关怀 尼行文林家会南投采访报导 我们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